伯伯的演唱与舞蹈呈现希伯来歌曲 这段MV在以色列驻台代表柯斯璧受邀下 由台南圣教会录制拍摄并跃上国际舞台 让国际听到台湾的声音 展现出台南圣教会的文化影响力 台南圣教会时常在城市聚集中表演音乐舞蹈戏剧 呈现南圣的宣教强项 基督文化的创意艺术 历史追溯到1928年 南圣的开拓者高靖元牧师 带着日本大鼓作为乐器 在街头巷尾自打自唱传福音 历经90多年后传承至第三代的高明智牧师 现在的南圣发展成人人都有一套音乐才能 全教会总动员用艺术发挥宣教力 要让这个时代看见基督文化 所以我们有耶和华的军队 不是转胜就好 这些军队开始要思想 我怎么对这时代反转它 在艺术文化对内部的人而言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神机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生出这些东西来 对于外而言我觉得音乐艺术就是一种武器 军队有枪跟炮 那我们教会耶和华军队有什么 就是艺术啊 魂里面的力量 我们会一首歌我们就去对外 就去服侍这些幼儿院啊 或是养老院啊 或是日照中心啊 那每个牧区都会认领一个 对外的服侍单位 是我们里面有真理 真理所发出来的主题 主题会带出正面的魂的部分 那个就是艺术 我发现我去监狱 我来给你上课 大家都知道上课 但是我如果表演节目给他们看的话 他们很兴奋 兴奋完每次呼召 每次都全部举手了 那弟兄姐妹就是学到什么 一点点一首歌两首歌 他们就把它拿过去那边用 然后在那边彼此 不管是唱歌也好 乐器也好 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服侍这些老人或是余幼院 那他们回馈 其实他们听到我们的歌声会感动 有的会流泪 是让我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 每年的大台南圣诞点灯 台南圣教会主则晚会节目的演出 听觉与视觉的丰富饗宴 成为政府与教会合作的幕后推手 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且把他们的资源 人力全部的投入 让台南市的 众弟兄姐妹台南市民 也看到台南市的教会的音乐的品质 而且所呈现的节目 也是蛮吸引人的 所以感谢主 并且这样的一个呈现跟连结 也让我们台南市的教会 跟台南市政府能够更接近 台南宣教会走出围墙 进入城市用音乐舞蹈宣教 让大众在节气中体会上帝的爱 以上是福TV新闻中心台南采访报告